我們看這一集 這一集他說這個圖 為某物體做減協運動它的位置 跟時間的關係 這個方向代表右邊 右方這個是左方 那正弧是等於3 這個正弧R 是等於3 週期呢?週期多少? 這樣子是一個週期 剛好是4秒 從這裡到這裡剛好是4秒 就下來上去再下來 這樣子的話一個週期 一個週期的話等於4秒 週期4秒 那麼他問說 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我們看一旋下 其有平衡點出啊 錯啦有端點啊 端點的話呢就是在 平衡點的那個 右邊的端點 因為這個方向是右邊 從短點出發 所以A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呢 B選項 出發時加速度向右 加速度向左 因為他出發的時候 是在平衡點右邊嘛 所以加速度向左 這樣我們看呢 C選項 1秒10 1秒10 加速度量值最大 1秒的時候是平衡點 從這裡到這一秒 2秒3秒4秒5秒 就這樣呢 從短點跑到平衡點來 這裡的加速度等於0 不是最大的 脫掉 這樣你看那 Bin 第一選項 d選項 它會說最大的速度 是不是1.5 contractors 我們在那個減斜運動的最大速度 是沿原一下 臭什麼 R cooperative R現在是三公尺 Nä Ome sort Omeiere 是2π 除以t 2拍 T 是4 所以是2分之拍 2分之拍 所以是2分之3拍 1.5拍沒有錯 所以 D 這個顯像是對的 這樣看來 E 這個顯像 他說最大交游度是0.75拍頻度 最大交游度就是對應的參考員的向心交游度 R 是3 乘以2分之拍的頻率 這出來是4分之3 4分之3是0.75拍頻率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選 D 跟 E